桃園市長鄭文燦與蒲園董事長李中樹 在眾人的見證下 共同簽下冠名合作契約 與此同時也象徵著桃園市 第二支的在地籃球隊 桃園領航員正式成立 並將會在台灣職業籃球聯盟精彩亮相 我覺得職業運動很好玩的地方 就是在鼠地主義這塊 這是已經20年來台灣籃球第一次的 有這個經驗 當然職棒已經做得非常的棒 也是我們學習的一個對象 那我們很希望說在鼠地主義 可以跟桃園在地的企業民眾 然後這些都是我們的 就是背後支持球員的力量 那球員也要拿出最棒的實力 那讓這個鼠地主義 有一個最完美的結合 桃園市政府從民國105年開始 延續5年與超級籃球聯賽的 蒲園建築籃球隊冠名合作 並成立桃園蒲園建築籃球隊 另外今年更是與領航員冠名 成立桃園領航員 而桃園市長鄭文燦也化身頭號球迷 希望要共同為桃園在地的 籃球隊加油打氣 桃園建築兩隊都冠名 跟桃園市政府合作 那直南的這個P-League 那麼也是採取鼠地主義 所以主場就在桃園巨蛋 我們希望桃園市民都可以成為 這個領航員隊的球迷 那我是登記第一號球迷 所以今天謝謝李宗述董事長 送給我一號球迷的這個T-shirt 那我會在未來這一年 做我們兩支球隊的後盾 希望所有的市民 一起來支持籃球 桃園市政府為了帶動籃球運動風氣 除了將超級籃球聯賽引進桃園舉辦 同時桃園場的賽事也將於110年1月至4月 在桃園市立體育館進行精彩的比賽 歡迎市民朋友踴躍進場觀賽 一同力挺桃園在地的籃球隊 記者王中均台報導